自开播以来,剧中角色人设以及演员表演,都承受着各种吐槽。但凭借着金庸武侠剧的巨大光环,这部剧的播放成绩和话题度依旧很火爆。 整体进度略骂的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,也终于播到了剧中的一个小高潮,光明顶周芷若,赵敏二女征服,周芷若首秀九阴白鼓爪。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优点是,整体造型都不错,主要角色赵敏和周芷若的造型都很出彩。但缺点也很明显,人设和感情线混乱。 赵敏成了全程倒贴的恋爱小女生,张无忌好像谁都不爱,又好像谁都爱。 至于周芷若,更是前后混乱,一会儿好像在洗白,一会儿又变成了心机女二。 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周芷若成了一个很不讨喜的角色,一些观众讨厌周芷若的同时,表示饰演者朱续丹演技不好。 但其实清纯了四十集,黑花五分钟的周芷若,演技并不差,前期柔柔弱弱,打架的时候也是倾心路线。 黑花之后,眼神戏带动周深气场大变,周掌门狠辣出现。 每一版的周芷若都各有千秋,但若说教训丁念君这段,新版绝对是史上最爽的一段。 助续丹的周芷若,这一段戏气场全开,从打戏到眼神再到气场,成功hold全场,以前那个温暖闲静的周芷若,一下子就有了周掌门的狠辣灵力。 当然,人物性格大变,不止眼神有变化,整体站姿气质都大变了。 这张视频截图里的周芷若,虽然依旧还是纤细飘飘的白衣,但眉眼之间和周深气场,已经是惹不起的大BOSS风格了。 说来也奇怪,清纯了四十几,老是被说心机白脸,现在大大方方的坏起来,倒是显得无比帅气。 所以,助续丹的周芷若被质疑演技,你怎么看呢?